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虽然这部剧的知名度和热度不如前两部作品 但它是一部真正的证据和受欢迎的 实力派小生堪称网剧大获成功 镇魂被大家议论纷纷的是白宇和朱一龙这两位男主的设定 两人颜值与演技兼备 对于剧中角色的诠释也十分到位 尤其是对兄弟情的描写 对观众的影响大于对作品的理解 虽然镇魂的剧本被很多网友吐槽 但是白宇和朱一龙的成功也给大家看到了 两个男主的框架 主兄弟情也能让一部剧火起来 众所周知 除了镇魂 他还有两个男主框 改编自大IP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陈情令 这部改编自原魔道祖师的作品也有着非常大的粉丝 基本上就算是改编成动漫之后 口碑也是非常的高 因此陈情令在开拍之初与肖战 王一博的合影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非常惊喜 有望超越镇魂 肖战和王一博分别在剧中饰演魏无限和蓝忘机 两个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 一位是怡灵的重生老祖 一位是高冷男神 他们在很多粉丝心中有着非常特别的性格 地位之高 而对于肖战和王一博这两位从歌手跨界到影视圈的新近艺人来说 一开始都忍不住为他们捏一把汗 幸好他们在不断曝光的静态画面中的表现 就此而言 驾驭和演艺两者还是各有特色 至于在正片中的表现 还得以后再测试 但至少人物的人气和颜值还是很吸睛和贴合的 而对于这种带有玄幻元素的作品 大家最担心的场景和特效也都在官方微博发来的素材中展现了出来 还原度还是不错的 写实的画风和独特的设定 也有种古装奇幻替代的感觉 此外 该剧导演郑维文还成功参与了招摇等热门玄幻剧的制作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有保障的 不仅如此陈情令还在这部拥有两位男主的剧中 加入了更多的女性角色元素 比如孟子怡 轩露 李若彤的加盟 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看点 特别是孟子回归江夜的红裙造型 刚猛又柔美 非常吸睛 总结以上几点陈情令和镇魂一样 拥有双男主设定 在制作 剧本 悬角上还是更有优势 如果好的话 还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阵魂 取得好成绩 或者超越的 如果真在6月开播 那未必就是下一部古装玄幻剧火爆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4月1日晚 赵丽颖表弟久违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两人的合影 表弟还表示是为了粉丝 刚刚才拍的 这的确称得上是新鲜出炉呀 哈哈哈哈 银宝现在上微博营业的次数屈指可数 而这次从表弟的社交账号上看到了他的最新近况 还是令粉丝们无比惊喜了 晒出的照片里 银宝和表弟站在阶梯处凹造型 姐弟俩一个双手环抱胸前 黑超遮面耍裤 一个则直接将外套拖到手腕处 洒气十足 真是一个赛一个亮眼 而将照片放大看 久违全身出镜的银宝看上去 似乎又瘦了一些 当天 他戴着白色棒球帽和口罩 身穿黑色短袖路腰 接续搭配白色休闲裤 外套则是红色格纹衬衫 整体look都偏向休闲风 但银宝的身材 还是让人无法忽视 露出的一截蚂蚁腰戏得不得了 简直羡煞旁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 剪成短发的银宝即便不露脸 效力感还是藏不住 他微微歪头靠近表弟 歪头沙莫名可可爱爱 姐弟俩久违同框 画面也是温馨十足 除此以外 表弟还晒出了一张多年前 于银宝的合影 看样子应该是银宝拍摄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时期的美照 当年的银宝和现在一样 顶着一头可爱短发 那会儿的他戴着草帽 手里拿着扇子 穿着白色贴旭笑的 那叫一个甜美 而且当年的银宝 还不似现在这般欠瘦 脸的胶原蛋白充足 可爱满分 随着年岁的增长 银宝愈发成熟魅力 也变得越来越耀眼了 前几天 银宝本人久违晒出了一张近照 照片中他戴着的帽子 以及穿的外套 都与表弟晒出的loop一样 而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 银宝并没有露脸 帽子 口罩将他的脸蛋遮挡得 严严实实 神秘感爆棚 不过工作室紧接着 就扣出了 Buzz的露脸美照 银宝顶着一头俏丽短发 即便只是露出侧脸 但绝美地容颜 还是美番众人 笑起来的样子好甜 好美呀 不得不承认 银宝即便已经年满35岁 但他的少女感 还是不输从前 可甜可言可性感 是十足的多面美人 除此以外 工作室还晒出了一组 Buzz与海鸥互动的友爱合照 照片里 银宝时尔与海鸥对视 时尔又拿着手机拍下海鸥的萌态 无论哪一张照片 都将银宝当时的好心情完美展示 自从恢复单身后 银宝再度变回从前的拼命三娘 各种工作忙不停 虽然非常忙碌 但银宝依旧保持着超赞的状态 回看银宝进来的美照 真是每一次亮相都能美出新高度 早年的银宝多数时间是以可爱风出镜 但现在的他不仅可爱风随便驾驭 性感风也是轻松hold住 银宝早前曾为某时尚杂志拍摄过一组时尚大片 当时的他对镜大秀性感一面 简直给族粉丝惊喜 就这样的银宝 应该没人会不喜欢吧 另外 银宝去年在影视剧上收获颇风 过硬的演技令他再度人气飙升 那么就期待银宝接下来的代播剧 希望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好状态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作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